拜拜拜拜 阿嬤就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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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打了 然後我們就一路轉回來的時候 所有一排的日本人又再轉過來想說 跟阿嬤拜拜說,阿嬤走了 大家好,我是Yoyo 嗨,大家好,我是Phaiby 她是米哥 米哥 米哥跟今天她也要跟我們一起拍 嗯,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分享 我們住在日本一段時間 回台灣之後有什麼不習慣的事情 對,因為我們在這裡有被日本畫了幾件事 然後現在反而有時候回台灣的時候就會不習慣 超不習慣的 第一個我要說的就是 尿尿的聲音聽得到這件事 因為在日本尿尿的時候會有那個音機 就是可以長住聲音的 音樂的音,然後 然後 一個女的吉 然後一個大層的層 是層還是劇 劇是沒有那兩條的 所以有 這是有 這是有啦 是層嗎 OK,一個女再一個層就好 對,那個是音機 那個就是因為尿尿聲音很害羞嘛 然後他們就可以按 就可以有那個流水聲 或是播放音樂之類的 對,而且它是可以挑那個音量大小的 在尿尿的時候避免那個尷尬的聲音 有時候不只尿尿啊 就是你如果是肚子很痛 要很大聲 要長那個屁音的時候 就是它可以調那個很大聲的 長得住 沒錯 對,然後上次我回台灣的時候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上廁所 然後他就是不然 就手濃嗎 好嗎 就噓的聲音就跑出來了 台灣的廁所都沒有這項功能 而且還是那種蹲式的 對,那很丟 對,其實因為真的不習慣 因為日本好像都是做的 蹲的很少看到的 應該是有啦 有,但是很少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個就是 對塑膠袋子方面 有點不太 不吃很環保 想要去到便利商店 店員通常都會給你袋子 而且甚至是超過一個袋子 為什麼呢 就是你可能買冰 然後可能買榨物 然後又可能買那個蝦 一碗家用品之類 對,他總共會給你三個袋子 就是冷的一個 熱的一個 然後食物跟用品 又要再分他 對,所以你可能去個超山女儀 就買四樣東西 他可能就跟你分成四個的包包 就是很不還超 超多袋子 對 那因為反正 突然他就是會給你袋子 對 然後我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買便利商店 我買超多台灣的零食 因為太想吃了 結果買完之後就在等 店員在等著 是在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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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這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說你在外面 譬如說你吃了一個飯糰 然後你有袋子 你就不會隨便亂丟 就是他會給你那個袋子 就變成自己的那個小垃圾袋 第三個 第三個呢 就是關於日劇經常看到的 掰掰跟你掰到最後一刻 停不了 因為日劇裡面我們就會看到 他不是人最後都已經變得很小了 然後你再轉回去看說他還在 就是這樣跟你掰掰 怎麼樣都要掰 對 可是我來日本之後 的確我周圍的日本人是這樣子 尤其是北海道基石是很冷 冬天 他們還是要站在外面 就是跟你掰到最後一刻 然後後來我上次有一次 我就是帶著這裡的日本人回去台灣 然後從我阿嬤家要離開的時候 那個計程車就來了嘛 然後計程車他其實只是要這樣子 迴轉一圈 然後從這邊開走 然後我們一上車的時候 就跟阿嬤掰掰掰掰 然後阿嬤就 啊順子這樣順子這樣 還要去打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 好好好 我們就這樣子一路要轉回來的時候 所有的一排日本人 就這樣子又再轉過來想說 跟阿嬤掰掰說 阿嬤走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當下超尷尬的 因為日本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喜歡 就是要一直掰掰 掰到最後一刻這樣嘛 然後走回去 我看到阿嬤的屁股 就是背影 已經背影了 他這樣走掉了耶 甚至比你們走得還快 對啊 對 就是人就不見了 笑死 而且我那次回去的時候 我阿嬤他們還有請 就是大家請這邊日本 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就是吃完 那時候就結完帳 然後就是這裡的家人 就是很小聲的在那邊跟我講 說我們待會兒要好好的跟你阿嬤他們 就是謝謝啊 真的人家請我吃 這些都很不好意思 之類的 還是在那邊講 結果走出去我阿嬤他們走了 哈哈哈哈 走得超愧 真的 他們就說 欸啊你阿姨咧 然後就說 欸他們走了 走了 就是文化這件事情 不一樣 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打字模 除毛 除毛 因為我剛來日本的時候 就很建議說 日本人是不是真的都除毛啊 然後其實 大家都除毛 所以我到底也看不清楚 這到底是有毛還是沒毛 可能毛比較細吧 然後後來仔細一看就發現 欸大家真的都有除毛耶 然後我一回台灣之後 我剛好看 因為我回台灣是繼續念書 嗯 然後我剛好看到我同學 那同學非常不好意思 我剛好看到你的 手毛 超濃密 這女生阿 我就很驚訝 我說這個毛 我就 這個毛 然後我出口氣想說 這毛很不行 太多了吧 嚇死我了 欸可是在台灣我們不是會說 女生這樣子是性感的 對就是美女 或是這邊 這邊有毛 就是美女 對日本沒有做一次 日本就嚇死了嗎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 腳 就是什麼都沒有穿的情況下露出來 因為台灣的話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們會穿短褲短裙嘛 然後腳就是 就是會都會露出腿 直接露出腿啊 因為很熱在穿個什麼 就比較敢穿啊 因為台灣很熱 所以我們可能會穿的比較辣一點 對 可是來到北海道的話 因為這裡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們已經習慣包的比較緊 然後再加上腳的話 如果說什麼都沒有穿的情況下 其實那是只有高中生才會這樣 高中生他們一旦畢業了 他的腳就會用絲襪包起來 好奇怪 對 是肉色絲襪 對一定要肉色絲襪 他們愛襪子愛到一個無極限 他們穿絲襪 然後還會再穿一個正常一般的襪子 就是一層絲襪 然後再一雙其他的襪子 很高剛耶 而且他們我發現他們穿什麼鞋 都可以配襪子 就是出娃娃鞋 穿高跟鞋配襪子 高跟鞋娃娃鞋都會配襪子 都配襪子 而且是長襪 對 就是那種可以到腳踝 到腳踝那種一般的 而且還不是薄的喔 有後部的那種 或者是那個 最漱口那邊還會有蕾絲 對 按蕾絲 然後再配高跟鞋 超多的 可是其實這件事 我現在回到台灣 我也有點不習慣耶 就是我不會配襪子配成那樣啦 但是我會不習慣 就是覺得沒有肉色絲襪 我會有點不習慣 就覺得好像 好像沒穿那衣 可是很阿喪耶 真的台灣應該被笑絲 對 尤其是穿膚色絲襪 拿來的歐巴桑 對 就是素顏 因為在日本的話 素顏不是就是不會出門嗎 如果你只是要去超商 倒垃圾也會 對 就是他們 可是他們倒垃圾 不是像台灣 就是有車子啊 他們走出去的那種 對 不想要被別人看到自己素顏 就是會 他們就是會比較 注重外表 對 衣服服裝也是 然後妝也是 對對對 但是我上身回去台灣 然後那是 喔我感冒的蠻嚴重的 我哥就說他要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說 喔好跟我一下 我就在那邊找衣服要換 然後想說擦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 防曬啊 然後畫個眉毛之類的 我哥說你在幹嘛 然後就 欸我看到他的表情之後 然後我才突然意識到說 對方我在台灣 就是 太久沒有回去台灣 然後我已經忘記就是 台灣是一個這種 隨性舒服的地方 隨性舒服的地方 就是即使你 穿的是那種 比較休閒一點的睡衣 那種的話其實你去 去個小診所看醫生 其實 大家都見怪不怪 對啊 也會怎樣 就是對我們來說不怪 對啊 下一個 對下一個又是哥哥 就是一樣 我那次回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哥他照一講 他9點就要上班了 8點35的時候 我發現他還在家裡耶 然後又說 這事情太不科學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在日本我們已經習慣 就是譬如說你上9點的班 然後像我自己已經是 助理公司很近了 但是我上9點的班 我可能最晚我真的7點50 最晚8點我一定得出門 超早 不然會來不及 然後看來我哥8點35還在家 所以我覺得這怎麼回事 他會遲到吧 你從你家這邊最近的車站到公司要多久 我雖然搭電車只需要13分鐘 但是我必須先走10分鐘的路到車站 然後等一下車馬 然後車子來搭了13分鐘 去到那裡又不是就直接是公司 我們還要從那個下車 然後走到真的到公司 而且要換衣服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樣前前後後加起來 你的通勤時間 光只有這樣去一趟 可能就是要一個小時多啦 還有一個就是關於貨幣的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在日本生活 貨幣值比台灣大嘛 對就是台灣一塊錢 大概就是三塊錢日幣 對大概三塊日幣 那因為我們已經習慣聽的那個數字 是比較大 聽久了 然後上次我也要回台灣 跟我朋友他們去吃麻辣鍋 三個人 然後就吃了滿滿一桌的喔 最後結帳的時候 那店員就說總共1500 然後我聽到1500的時候 想說哇 怎麼那麼便宜啊 然後等到最後真的付錢的時候 買的是新台幣出來之後才有感 就啊 原來我是一個人吃了500台幣 對啊 就是因為聽那個幣值聽久了 會有落差 所以我現在回到台灣 我已經不習慣就是台灣的物價 你是真的很不習慣的耶 我很不習慣 因為我連坐計程車什麼都覺得秀啦 因為 哈哈哈 真的很便宜 因為在台灣怎麼可能沒事你坐計程車啊 不會啊 就是基本上都騎車啊 然後衣服什麼就是我自己啦 我比較省 所以我的衣服我都買很便宜 因為都是買厭室啊那種的 對390什麼的 然後現在來這裡一件褲子 2902990還要加稅 然後你已經習慣這樣的那個數字 對這樣的數字 所以回去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換算一下說 哇怎麼那麼便宜啊 你是真的標準的是不習慣的人耶 因為像悠悠住很久 你住快3年 對 然後我加起來前前貨菜勒 大概快1年而已 因為我每次在跟悠悠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喔2000塊 然後我就每次都要跟他check說 2000塊日幣嗎 我現在已經不會問他了 我知道他現在全部的物價都縮成日幣 就我還是很不習慣的那種就是 可能1000塊我就要乘0.28這種的 我都算一下台幣 我剛來也是這樣啊 超厲害的 你就算一下 然後就哇這件褲子要台幣1000塊 對對對 真的買得下啊 我沒辦法像你現在這樣這麼厲害 可是現在也是做很久 現在習慣了 所以就是聽到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這樣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你什麼你都會變得很大手臂的嘛 因為這裡不見太多了 對對對 台灣太便宜了 對啊 你就回去之後就啊下面用秀啦 看醫生嘛就秀了 走電車秀啦 對啊計程車秀 以上就是我們 我們在日本住習慣了 回到台灣不習慣的地方 對 那大家有什麼覺得 欸你也是住在日本 然後覺得很不習慣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想知道還有什麼其他不習慣的 畢竟我們是住北海道嘛 對 不知道其他地方有什麼特別的 一定會有比較不一樣的事 對啊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次見 下次見 記得訂閱我喔 她是飛比 我是悠悠 下次見 拜拜 拜拜